中国国歌在会场中响起 还有大大的五星旗秀在大萤幕上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8月20号在香港举办统战活动 不只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新党主席吴成点到场 入关中修班校友会理事长蒋成龙 以及蓝营前黄复兴党部主委张又霞 也都出席 少将退伍的张又霞 担任过南部使馆区司令 2020年4月到2021年10月 是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 曾经闪电撤换 时任黄国元党部主委于北成 还传出说过宁愿被中国统一 也不要让民进党执政 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曾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 或与国家安全相关机关的政务副首长 或少将以上人员或情报机关首长 不得参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 或与政治性机关购团体所举办的庆典或活动 而有妨碍国家尊严的行为 像是像象征大陆地区政权的旗 徽 歌等行礼 唱颂或其他类似行为 如今张又霞起立向五星旗行注目里 聆听中国国歌都没有回避 被认为彩虹线恐怕已经违法 因为他是我们的前皇复兴的主委 那当然这个他的个人行为 应该要是被受到检视 那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触犯到法律这条红线 我想这个在法律上是有他该办就办 这简直是让人家遗憾而且不迟 张又霞这一行可以说是 这个修法之后首次去违反这个法令的相关人员 我们会要求相关单位依法尽速延办 日云立委也认为蒋成龙不是退将 又是领一次退反而形成漏洞 未来将列为修法依据 九三军人节这天却传出退役将领 曾参加中国统战活动 恐怕也让辛苦守护家园的国军 情何以堪 静新闻已经刚十二位台北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